我也要先警告你 單顆效果器是一條不歸路啊 我是葉宇峻 今天想要和大家聊聊 來為你的效果器找個家吧 也就是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效果器盤 以及開箱 NUX Bumblebee 這款單顆效果器Petal Ball 成為一個熱愛音樂的吉他手 單顆效果器越買越多 也是理所當然的 畫錯的效果器可是永遠都少一顆的 我自己前一陣子把我自己 目前有的單顆全部拿出來勾裝撿 其實我自己都有點嚇到 因為算是有點小多 所以還沒開始用單顆的情有 我也要先警告你 單顆效果器是一條不歸路 雖然說單顆的個性都較為獨特 但是因為單價高 全部買起來的錢也是很嚇人的 而慢慢蒐集起不同音色的效果 再加上符合自己的個性 短導線 電源供應等等 巴拉巴拉巴拉的 這樣之下組合合體起來的效果器盤 這種金剛合體的快感感覺 是屬於我們吉他手的浪漫 我想各位吉他手 你一定都懂的 而有了單顆效果器後 下一步就是要為他們 找個適合的家 市面上的效果器盤 或稱Petal Ball 有諸多的廠牌型號 每家都有自己優缺點的地方 我觀察了一下我認為不外乎可以從機能性 重量 外型 這幾點來考量選擇適合自己的產品 所以對於今天要開箱的主角 New X Bumblebee 我也會從這幾個角度來帶大家瀏覽 這款其實是一個完全需要自己自行安裝的產品 組裝工具都很貼心的附在裡面了 組裝方式也非常的簡單 照著附上的步驟說明 其實可以很順利的就可以組裝起來 結構部分是一個有兩片側面黃色的面板 以及橫向的擺放支架 所構成的Petal Ball 左右兩側是由六角板手的螺絲鎖定 擺放效果器的支架 是可以隨著效果器的大小 做上下寬度的調整的 就算是大型的效果器 也可以很穩定的擺放 而日後若是想要做上下寬度的調整 也只要一個六角板手 就可以迅速的拆裝 有別於其他廠牌或是將成板位置做固定式的設計 Bumblebee對擺放上的靈活度就非常高 它具備著中型及大型兩種規格設計 中型尺寸為445mm x 243mm 以一般效果器尺寸而言 我認為可以擺放到8顆或以上都是沒有問題的 大型尺寸為445mm x 324mm 更深的深度適合擺放較大型的單顆效果器 Bumblebee走的是工業風格的簡約造型 帥氣的外型和黑黃的配色 不免讓人聯想到電影《變形金剛》中的Bumblebee一樣 而Bumblebee最不一樣的設計在於 它是設計為兩層的面板結構 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防止踩錯踏板 因為考量到傳統一片式的效果器面板 常常腳在踩的比較遠處的踏板之後 腳跟又不小心誤踩到下方或周之後的踏板開關 雙層的設計為了就是要避免這個悲劇 而另一個亮點就是可以在下層擺放 平常不會動到的電源供應器 設計的高度足以應付市面上所有的供應器 鋁空的高硬度鋁板設計是中型的規格只有1700克重 卻可以承受得住高壓中量非常堅固 在面板下方也安置了可以收納線材的排槽 讓你的線材收納更正氣 原廠也附有可以機動調整的里線排槽 讓導線或電源線有更高的收納度 在外包裝的手提台部分也非常的有誠意 外層為防潑水材質 具有手提以及肩帶可做肩背兩種方式使用 另外原廠附贈的安裝元件是3M的DUOLOCK HOOK 直母扣香菇頭的排扣設計 讓強度比傳統魔鬼戰要強的非常非常多 這組Bumblebee是一款輕量堅固的效果器板 空間的規劃上也很用心 所以你要選的話我認為會是雙層的高度 也許會對平常使用平面式的朋友還是要先習慣一下 另外原廠附贈的DUOLOCK HOOK 長度我量了一下 算是夠每個單顆和成板上 各剪下一塊來做黏合使用 而如果想要有更高的拆裝機動性 我認為可以在成板上直接一條黏滿 另外在剪取較用的大小黏魚效果器後面 這樣在擺放空間的規劃上 就可以更自由的拆裝了 這種植母扣在各大賣場都可以買得到 如果有需要的也可以在自己另外購買家裝 Bumblebee我認為兼具輕量化及堅固性 可以靈活拆裝的成板 可以滿足擺放上的排列組合需求 排件的設計和植母扣 都由使用者角度非常貼心的考量到了 對於想要為效果器找個家的使用者而言 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擇喔 以上是今天的開箱評測 喜歡我的影片請訂閱按讚分享 葉宇峻和吉他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